大家好 我是被恶魔舞狠过的贝贝 如果有一天有人给你十万块 还是让你跟一个漂亮的妹子谈一个月的恋爱 你敢不敢 今天就来大家看一部国产恐怖片 双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 男主冬瓜获得了一份为期一个月的工作 和他对接的是个叫威威的妹子 妹子告诉他 这份工作月薪十万 工作也很轻松 可能他来到工作地铁后却有点害怕 因为这种窝子看似高级 但是从细节中总能感受到一股阴气 还没等他打量完这栋屋子 突然一个面太的老阿姨就叫他走来了 他把冬瓜带到一间卧室 直接按到椅子上捡了一个帅气的发型 还别说这发型清新有形 我也想要一个 无论的冬瓜来到客厅 这里到处是娃娃 不时发出清脆的铜铃声 就好像一间鬼屋让人不寒而栗 就在此刻 突然一个坐着轮椅的妹子来了 虽然这个轮椅有点奇怪 但是妹子确实漂亮 他告诉男主 自己叫汤 在接下来一个月里 冬瓜要做他的男朋友 我的天 光天化日之下 漂亮妹子竟然对小伙做出这种事 在一阵嘎咬中得知 原来涛还有个姐姐叫浪 一件人在车户中全部上身 不了解在此刻 涛的轮椅就好像失控一样 到处乱窜 心压一压的及时 但是看他们的表情 好像瞒着一场大事 晚上 无聊冬瓜和威威聊起来 聊的事非常起劲 第二天 涛和冬瓜在花园吃蛋糕 由于冬瓜那帅气的面膜 涛看得是如痴如醉 不料可怕的事情还是来了 涛又突然不入空室 乱转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晚上无聊冬瓜又想找威威聊天了 可是威威却不在线 此时画面突然切到一只手 偷偷拿了一个手机 而威威又重新上线 和冬瓜聊了起来 第二天 涛的手机丢了 他以为是阿姨收走了 没想到阿姨却说 没有 此时 涛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由于冬瓜和威威每天聊天 两人感情迅速胜问 于是 冬瓜打算在工作完之后 就和威威见面 可是 在这一天 家里突然堕落了两幅画 冬瓜以为是涛画的 谁知 涛却否认了这一切 而且 他在跟威威的聊天中 发现威威似乎对他了如指掌 甚至 没和他说过的一些事 他都知道 甚至是 冬瓜感觉怪怪的 加上涛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 一个月很快就到了 剧情的毛洞达到了高潮 收割了他 赶紧问涛 到底怎么回事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吓了一跳 涛的轮椅后面的夹绳 自己打开了 里面坐着一个 和涛一模一样的妹子 她 就是涛的姐姐 浪 而且她对冬瓜非常了解 这才知道 冬瓜每天晚上聊的妹子 她 就是威威 而且 也是她偷了妹妹的手机 原来 他们是连体音 两个人共用一个心脏 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分开 这就意味着 要死一个 所以他们知道冬瓜来的目的 就是她喜欢谁 谁 就活下来 冬瓜为了这么一个难题 她不知道该怎么选 但是最后 还是做出了选择 她 选择了妹妹 涛 为什么 你和我聊得这么好 你就选择了她 生气的姐姐 开始轮椅四处碰撞 冬瓜为了保护她们 受了重伤 最后 数数如期进行 涛 活了下来 和冬瓜 割成了 没羞没色的生活 最终 这部国产电影虽然有点大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假如给我食饭干这事 我也愿意 因为不仅钱多 还送女友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完了 喜欢记得关注哦 拜拜